那當然課本沒有寫了 因為接下來這句話有一點confusing 就容易搞錯 但是你如果有機會看一些舊照才會有 因為他們就認為 接下來這句話你可能會覺得有點壞 不過是那時候科學家的想法 我們也沒有去改他 就是染色體的對數等於連鎖群的個數 那像我們人有23對染色體 就表示我們有23個連鎖群 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其實想一想也還滿好懂的 因為他講的是基因嘛 那例如說大A小A 大A小A這樣子兩個才是一個基因型 決定一個性狀 對不對 所以你說同源染色體的相對位置上 是不是有對偶基因 或者我們叫等位基因 那這樣算是一個基因嘛 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一對染色體是一個連鎖群 你當然就試著去理解他為什麼這樣講 不過沒關係 我剛剛講話會有一點亂 因為課本也散掉了 我們就先不管這個 好